我們介紹顯微鏡的操作 我們生物實驗室總共有12台顯微鏡 這12台顯微鏡的結構都是大同小異 請記得第一步不是要馬上接上電源 而是確定顯微鏡背後的開關是在0 也就是關閉的狀態 而且要把亮度調到最低 確定已經是最低了 才開始把電源插上 插上電源的時候 一樣先打開我們的 稍後鏡頭會看到這邊 它的燈光會亮 打開 這時候才慢慢慢慢的 把光圈 抱歉 把燈調亮 這時候開始來 進行我們下一個步驟 請記得在 移動顯微鏡的時候 千萬不要這邊做錯誤的示範 這樣子移動 或者是這樣 拉動 一定要提高 另外一隻手拖著底盤 抱歉 現在一邊攝影 不方便拖著底盤 這樣子移動 要轉方向的時候也是一樣 轉方向 再來介紹的是 這邊是目鏡 這邊是目鏡的時候 請記得 它這樣可以調 抱歉 一手拿相機 一手不好做示範 這個 這是兩眼的距離 可以去對 然後因為每個人 兩眼距離會不一樣 可以去調到最舒服 再來 要將它的目鏡調整 做歸零 我們來看這邊 這邊有個刻度 把它調到零的位置 這邊 也有刻度 把它調到零的位置 這邊的目的很簡單 因為雖然多數人有戴眼鏡 或者沒有戴眼鏡 但是兩眼可能會有視差 這時候先以一隻慣用眼 例如右眼或者左眼 對焦對完之後 另外一隻眼睛的視差 可以利用旋轉 調整我們眼睛的焦距 來達到這樣的目的